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我是Lyo 今天要帶各位看一場波蘭對上伯伯的比賽 波蘭跟伯伯的話 算是比較新文明的 因為以前只玩過Cd522征服者的人 是沒有看過這兩種文明 稍微簡單講一下波蘭的能力 波蘭的能力是村民移動輸入體驗磁盤 在一開始的經濟跟後期的經濟都是加成蠻多的 再來就是買救護單位的話特別便宜 到帝魂時代會減20%的費用減少 那其他的東西的話比較特別算是 駱駝馬公 這個馬公是康德像蒙古圖記啊 或是其他的馬公單位 那還有標槍騎兵 那就是騎馬的戰矛 那他非常方便 大概一到城堡時代就可以產生這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也不用研發 所以你就不要再去研發這個戰矛兵這個能力 你就直接產這個就好了 雖然貴了一點但問題不大 重點是他移動速度快 操控性更好 好那來看一下波蘭這個文明 那波蘭的話也算是相當新人文明 那他也是DLC才玩得到的一個新文明 那波蘭忍的能力也蠻特別的 好村民的 村民的血量可以在黑暗時代每分鐘回復5生命值 封堅時代的話是10 城堡的話是15 地王是20 那這個能力的話 我覺得不與小博啦 如果你在前期打塔攻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用處 但是實際對經濟來說完全沒有任何經濟價值 那他最有經濟價值的應該就是這個大莊園 那大莊園的能力比較特別 就是你只要一種下去就可以立即採收食物 我忘記是幾%了 就是你一種下去那個食物就會立刻歸還給你 算是馬上補食物的概念 那還有就是他的石礦工 除了可以挖石頭除了挖石頭以外 那也會產生黃金 所以他可以先趕快蓋上城堡 然後爆量大量的城堡出籃 然後打寶兵的這個打法也是有的 但是比較少啦 因為他寶兵我覺得要成型的話時間相當長 但能度過這個空窗期的話我覺得還是蠻強的 再來就是他的一個特殊科技是貴族特權 那他的黃金騎士的黃金費用會減60% 那60%的話就超級便宜了 因為一隻騎士的黃金量是60跟 60食物跟75黃金 那減60%的話意思就是說 他減了一半又多了一點點 所以大概就是賄賂在40黃金左右或30級黃金 相當便宜 就等於是你造一隻騎兵就等於到了一隻步兵的單位 所以是沒什麼兩樣的感覺 那個資源量差不多 再來就是他的金冠 烈克提克遺產 烈克提克遺產 這個是輕騎兵會造成践踏傷害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敗戰體的寶兵 然後有践踏傷害 然後只是輕騎兵的版本 那比較尷尬的是波蘭 他雖然是一個騎兵文明 但是他沒有三級遠保 他的馬卡只有到二級而已 所以到帝王時代會比較薄弱一點 那取的代字是赤猴跟輕騎兵系列 好 輕騎兵系列對公兵的攻擊會加1 就是有點針對公兵傷害會特別高 所以就是有種雙面刃的感覺 雖然防禦低一點 但是攻擊率有點彌補到 好 那就來看一下兩方點位 兩方的點位 波蘭這邊要圍的話 這邊可能要直接圍到底 我們畫石材木材會比較多一點 黃金的話在正前方靠近點點的位置 也是比較麻煩 雖然對面也是 但是馬也算是可以打 但是這個金礦可能要守得小心一點 因為他的兩個金礦都是在外圍的部分 第三個也是偏外面一點 但還行 如果這邊圍起來的話 這塊金礦就沒問題 好 那下面的部分算是比較好圍的 沒有意外的話 波蘭這邊應該是會圍牆 而且這裡的寬木區在裡面也蠻舒服的 後面還有石頭也是在家裡 來看一下 薄薄的位置 薄薄的位置 也還算可以 他這個石頭雖然在外面黃金也在外面 但這裡有個高地 這裡還有個魚毯 兩邊的圖好像都差不多 但我覺得伯伯這邊稍好一點 他的木區有三塊 那有一塊還靠滿裡面的 還可以啦 不算差 兩邊都差不多爛嗎 有一點 好 那看一下兩邊打的戰術 波蘭這邊應該是20P肉馬 看一下 兩邊都是20P肉馬嗎 看起來有點像沒挖黃金 沒有 那應該不是棒棒了 兩邊都沒挖黃金 兩邊可能會是一個肉馬追逐戰 封建時代的話 上封建時代是一樣的 幾乎是一模一樣 98 98 99 同時上封建時代 好 那看一下這邊馬就 好 下了 這邊呢 這邊也是下了馬就 沒錯 雙弱馬對決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伯伯這邊總共是 10個人在採木頭 石木的話 他這邊可能是要爆經濟了 兩邊都是石木喔 這就是高端對決 有點鏡像對決的感覺 兩邊都下了耕種技術 沒錯 石木就是要開農 沒有在跟那邊搞一些有的沒的 就是我要開始蓋一堆農田農爆 所以才會用到石木 那這邊可能要先開始圍了 賭馬 開始在生產 兩邊生產在生產 哇 這邊 突然斷了一下村民喔 大概斷了 10秒左右 但還行 沒有一直斷下去就還可以喔 在石地果裡面村民是不能中斷生產的 只要一中斷生產 經濟就可能跟不上對方 這邊看一下 這邊拉了相當多的村民來圍這個魚潭 這個魚要這樣圍 或這個圍起來 這個也要堵起來才行 好 拉到底 這個圍起來了 兩邊 他總共拉了五隻村民在圍圍牆 特別小心對手 波蘭這邊還沒有圍圍 這邊有注意到這個洞 他知道這邊是一個危險 這裡是不是有 這裡沒有 這裡還有一根竹子插在這裡 所以堵住了 OK 但是這個木牆還沒有蓋完 就先來蓋這個房子 可能要回去要記得補一下 不然這個會有個破火出來 這邊洛馬鑽進來 看一下這邊洛馬有沒有飾演 做到一些事情 這邊還沒看到這麼多個伐木場 所以這邊可能洛馬過來 哇擦身而過 兩個人 就這樣轉角遇到愛 好來了 這個騷擾 看我會死村 哇這個可能死了 這個卡住 沒救 直接-1 好一殺 手殺 手殺 有波波 這邊拿下來 現在村民有點拉開了 27對28村 前面長槍兵 在防守 但是三隻肉馬 沒有要回來救嗎 這個肉馬 很多隻但是 現在才來四隻 打 喔 不只四隻 這裡是五隻肉馬 打三隻肉馬 他這邊被追到底 可能這邊 會來不及好喔 因為這個肉馬剛要鑽進來 這邊蓋兩個木門 讓他沒辦法進來 這邊可能就一直繞一直繞 這邊趕快拍一隻 刺頭去追 哇 沒有去追 那應該也還行 這是殘血的 這個村民來打 也打得贏 問題不大 這邊大中原下第二個 大中原收成速度真的很快 你們看這個肉量 300多肉 14個村民而已 這就是大中原的特殊能力 來看一下 這邊 波蘭選擇了挖石頭 沒有挖黃金 原來這邊波蘭就算是挖石頭 也會得到黃金 上城堡也是可以的 這邊 戳戳戳死了一隻肉馬 那家裡的馬也解的差不多 只剩一隻肉馬在家裡放 但好像 伯伯 這邊是故意偷村民的感覺 這邊探查低了 裡面有沒有藏科技 之類的 但應該也不太會藏 這邊戰術其實也就是那幾種 那邊肉馬先出去 不過兩隻還在探點位 那剩下的肉馬 可能就是比較算是在找遺跡的部分 因為這種通常騎兵對決 上城堡第一件事就是蓋修道院 然後開始搶遺跡 那遺跡在後期的給了黃金的量也40多 通常 封建時代如果是肉馬對決的話 肉馬通常都是會顧一些遺跡的位置 去阻止真侶們去拿這些遺跡 好 這個門應該是扣不太起來 這個房子是蓋很快的 好 那 伯伯轉出了幾隻小空想要防守 因為他很近沒有外面的肉馬優勢 這裡不太可能再去出肉馬 不然時代會更不上 突然這邊剛剛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OK 點下城堡時代 伯伯這邊資源好像不太夠 喔 還差了蠻多的喔 115跟100黃金 那這邊大概會差了15%或是20%的研發時間 升級慢了一點 那應該還行 看來還是差了一點 差了快30%了 這個防止居蓋 兩邊算是打偏濃的 那上城堡之後應該就會開始決戰 去看對方出什麼兵種 然後再做反制 看波蘭算是一個食物加成有優勢的文明 雖然沒有到非常明顯 但 還行 把這邊肉馬就先打輸了 居然是伯伯贏啊 他上一滴血 這邊這個肉馬應該也做不到什麼事情 他在這邊戳戳把這個城門給戳掉 肉馬沒事做 在瘋狂騷擾 那這邊刷了雙射箭場 這個有可能是要打奴兵嗎 打奴兵的話 打波蘭不是特別好打喔 是不是要打馬弓啊 有可能 先升弓箭部隊 然後馬就一下也可以升馬弓 看來這邊是點很小弓喔 但伯伯打馬弓的話 有個缺點就是 他沒有安息人戰術 沒有安息人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 難打長槍兵 但問題還是不太大 算是一個小缺點 薄薄差15% 就要上城堡了 這邊小弓按了蠻多隻欸 大概十幾隻有囉 那這邊 波蘭選擇 開TC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波蘭這個文明 雖然他的 經濟效益可能沒這麼好 前期的經濟效益 當然我覺得 他的那個 銀罐跟金罐我都蠻喜歡的 這邊選擇開了3TC 那這個城堡不知道會差哪裡 我覺得差這裡會安全一點 可是差這裡會不會影響到經濟 但不差這裡的話 這邊金礦跟木區 跟TC都會被騷擾到 他TC沒有選擇卡在後面 我覺得有點風險在 因為這邊敵人只要差一根堡在這裡 這個大亨堡差下去 再兩個TC跟主金就爆了 有點危險喔 這個是波蘭的一個 地形的一個問題 TC是可以選擇 大家選擇在這邊的話 也有個問題是 小公來騷擾的話 也會被騷擾到 要開始設計 哇 死了一村 兩村 好 死掉了 殺兩村 讓他封村 喝十隻 這邊真的打到哪弓 6加2 6加4加2 這邊三馬弓 三個弓箭場 狂造馬弓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打得有點危險 因為敵人都已經為好了 然後也沒出兵 都上了大思想 他就是要跟你打弓 你再出太多的馬弓 浪費太多的木材 然後讓自己太晚升上帝王 有點危險 這邊騷擾的話也可能 騷擾不太到什麼東西了 這邊選擇了BK 工程器製造所 看會不會出個奴炮 或是頭子車做反擊 但我覺得應該是不會的 這邊黃金相當多 已經破千了 這邊選擇奴炮 奴炮的話就會穩定 消血 給這些工兵部隊造成蠻大的傷害 在這邊 再來做騷擾村民宿 差多少了看一下 這個馬弓做到事 村民宿52對45 這邊上大石牆 這邊看到了 城堡結果壓在石頭這邊 不是這裡 這個城堡是不是也壓不進去 看起來是壓不進去 因為城堡好像是 1 2 3 4 4個 是嗎?好像可以 滿極限 但他選擇壓這邊好像也沒問題 防守石頭也是一個選擇 反正這邊城堡插下去 這個TC安全一點點 但這邊還是可以騷擾得到 鑽這個縫縫的話 這邊可以保護石頭 木區 跟少部分農田 那這個大中原就下了一個 那這個大中原可能下的也不太好 因為這個位置的話 這邊田只能撒兩片 就不能撒到三片 這邊只能一片 然後這裡就不能再撒 所以這個大中原的能力 就沒這麼突顯出來了 來看一下現在收成 該好可以再拿到多少食物 喔!大概是死 一片田大概可以回收40肉的概念 一蓋好直接拿40肉 還不錯 這個大中原真的是蠻香的 來對方 伯伯也開出了3TC 馬公沒有繼續出 但也出了也蠻多的 大概15隻左右 這邊小公看到了城堡 被射死了一隻 雖然目前看起來是伯伯有優勢 但是村民上伯伯這邊差了10村 但還行喔 因為伯伯這邊本來就有村民的速度增加 的這個能力 所以造成經濟來說 兩幫並沒有差距太大 但是這邊為什麼 忽然爆黃金爆了2000多啦 這個黃金量 是想要 錢滾錢發大財的概念嗎 這個應該是想要做一波什麼 所以黃金也沒拿來做買賣 也沒有拿來買食物像 帝王時代 應該是想要存錢爆一波黃金冰 看一下 這邊村民 村民應該就不會差距太大了 兩邊都是3TC 村民大概一直落在8隻到9隻左右的 這個奴炮很痛 再一發 哇收掉 全部殘血 殺了兩隻 還可以 這奴炮蠻賺的喔 就遇到奴炮這麼貼近的時候 就盡量按C吧 按C的話就可以分散開來蠻多的 就不會這樣一整排打到全部殘血 那這邊16隻馬弓 勃勃打馬弓我覺得不太好 相當危險 要打一次打寶兵的馬弓 打這種一般馬弓 我覺得沒有特別強 而且他這邊還沒有上 加血量的 這個叫什麼 品種嗎 以前叫品種 現在不知道要什麼 還有這個耕屋 這個跑速 OK這個奴炮 發了3發之後倒了 哇 這個蓋城門 村民是不是有點被抓到啊 好像沒有 烏石車來了 城門要蓋好 這邊小光還是在鬧喔 因為這個城堡的櫃子其實 走不太到這個地方 來 城堡蓋出去 哇這個還沒有蓋高地 這個是第一地堡 但拖石車已經做好防衛準備了 而且很尷尬 因為村民在蓋的關係 所以拖石車也出不去 這邊要繞另外一個城門才出得去 但是在出去之前 對馬弓來騷擾了 那這個城堡還在45% 還沒有蓋好的情況下 這個城堡能不能蓋好呢 好像有點危險 喔這拖石頭下去 這拖石也死 這死了一隻 好農炮也來了 那這邊馬弓可能要先撤退一下 再跟他繼續印刷的話 可能會損失掉蠻多的馬弓 那這邊波蘭已經率先點上了帝王時代了 喔不是是伯伯已經 伯伯也點了 那波蘭已經快要研發好 喔那但是 波蘭這邊又有地圖優勢的關係 把遺跡幾乎是全收 看一下哪幾個 應該是有四個 只差一個了 這裡還有兩個在外面 兩個 為什麼這兩個真侶 回不去修道院了 回不去修道院 這兩個真侶迷失了人生道路 一直被村民卡到 哇他發現到了 趕快滴掉 但問題並不是城堡 問題是 真侶走太慢喔 然後一直被 回去放石頭的村民卡到 完蛋 還沒發現 這個真侶可能 這一場就要在那邊走太多去了 到身邊投資車 沒丟到 爐炮稍微解了一下 馬弓 但好像也解不掉掉 全部都殘血 這時候還沒發現嗎 這兩個真侶 哇 這個真侶在這邊排排了至少 三分鐘有了 好 那再看一下波蘭 波蘭這邊選人打寶兵耶 波蘭寶兵 是他這個金瑞布 奧布奇戰錘兵喔 那個戰錘兵的特殊效果是 每靠一下敵人的防禦就越來補落 而且是永久的 所以就是一直靠重置的話 就會非常的疼 這邊看一下 是不是有沒有點上跑速啊 這個跑速 跑線有點慢 好 跑速剛剛點下去而已 好 一攻你再升 反甲已經升好了 防禦全滿 哇 有點硬喔 好像有點東西 哇來看一下 這敲很快 哇全倒 好快啊 沒敲一下就減一攻 防禦歸零 哇 減一防 不好意思口誤 哇 再靠一下 哇 靠死 好痛 這個減防效果特別強 波蘭這邊黃金 消耗的滿快的喔 剩下1000塊了 但寶兵一樣再出 這邊升上精銳了 血95滴 攻擊力10加1 防禦遠防是6 這邊城堡再繼續上 這邊看起來 波蘭是想要蓋城堡 然後出寶兵 然後繼續防守石料的一些 地區 做一個控除的動作 那這邊馬光的話 還是有優勢的兵士遠程單位了 走位還是可以 白嫖掉一些 寶兵的 這邊有可能要趕快上下 化學 化學也上好了 開始有火焰劍石了 但 母子黃也才剛下 所以射速現在來說 還不是夠快的 那這樣白嫖也是 挺舒服的 但我是覺得一直出 寶兵有機會嗎 好像還是蠻難打的 二攻也才剛好 看一下這個村民 哇 三下就死一隻了 哇這個村寶被抓到 這個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這個蓋起來的話 對鋪浪來說是相當大的優勢 這個很難接近 哇這村民連防禦都不見了 被扣房 扣到遠房跟近房 直接消失在一片表上了 好扯啊 這個寶兵真的很特別 確定就是打馬功 這是追不太到 好 再折一下 好伯伯這邊出馬功 可能是想要看著他的騎兵喔 但他騎兵沒有三級 防的話 對遠程單位相當痛苦 哇這邊防禦邊附的 防禦-1 看一下這邊 哇他現在這邊會變成-1的傷害啊 好減一個防禦啊 好看一下 哇這邊一直在繞 村民來得更多隻 村民樹好像差這麼大 只差了四隻村民 但村民只來蓋 把這個高地堡蓋起來之後 真的會不太好啊 但是好像 不太介意敵人 一直在做風箏的動作 而且好像控不太過來了 後面這一坨馬功 有點被敲掉了 正面可能要守不住 不要越多的寶兵衝了過來 但是這裡有點斷食物 食物有點不太夠 因為他在生科技 這邊可能要轉出一點肉馬 好防禦也在生了 好速血統全部都升級 那這邊遠頭還沒有出來 我這邊直接下了八馬就 看來是要轉馬 但是這邊好像只靠寶兵也還可以做到不錯的燒了這個直接進去 伯伯這裡無能抵抗 這邊的寶兵 完蛋 這個馬功只有十一功 打這個戰錘兵還是有點算偏難打 追不太刀 完了 完了 經濟爆開 呃 伯伯這邊要轉出其他兵中有點困難了 伯伯這邊要怎麼打會比較好呢 只要轉出一些火槍兵會比較好 可是感覺好像要轉命也來不太急了 但不轉 不轉出火槍的話 這個步兵真的很難處理喔 太硬了 他的馬功數量真的是偏少啊 經濟有點慘 慘到馬功出不了了 這邊開了有點多TC喔 4TC 這裡還有一個 這邊馬功已經不堪 寶兵的追擊全部解掉了 喔沒有 這邊還在活躍一解掉了 還有22隻 當然22隻加這邊也才30隻 這樣好像也很難解 這邊 這邊遠桃子直接被寶兵拋掉了 哇 這邊涼涼 純米術差距快來到30隻 馬功解這個也是很難解 家裡還是在繼續被敲 來1 減1 這邊 哇 防禦直接消失 呵 再靠一下就死了 哇 三垂液之村民 很痛 這邊遠桃 再繼續照 但殊不知他這邊遠桃出來 寶兵就直接往上敲了 因為遠桃實在太高 遠桃有6喔 看一下這邊 波蘭義騎兵 只有2加2的遠桃而已 但是攻擊力49加4 血量有100滴啊 以洛馬來說 100滴的血量 是很香的 只要能破百就是讚 這邊41隻馬功 41隻馬功能打下 嗚 這邊手撕城堡 遠遠投得不到 直接敲爛 哇 這邊出馬真的是有點傷 因為馬 遠防只有4滴 那寶兵的話 至少還有6 還能扛一下 雖然也扛不太起來的感覺 這邊是不是伯伯的反擊喔 但是好像沒有發現 上面有蓋TC的樣子喔 這邊是沒有視野 所以這個 第5個TC蓋好了 也沒有做到喔 4個樣子 這邊直接要敲個側面 中間這裡馬功 再多一個壓制 這裡遠頭 不照了 造了火砲來做反擊城堡 這個城堡不解決掉的話 這邊墓區可能會很受傷喔 哇這個村民 好像沒被射 他為什麼在射 這個房子啊 這個村民 在跟寶兵玩gay 有點難打 哇這邊很快打他起來了 中間這個波蘭義騎兵 直接往臉上貼了 好像打不贏 趕快躲到城堡裡面防守一下 哇上面這個 寶兵走進來了 這個火炮 可能要白給喔 這個再不跑 可能也跑不掉了 哇直接喊車GG 哇沒想到波蘭的打法 居然可以只靠寶兵 然後就打一馬功欸 哇這對我 這讓我對 對我這個波蘭 玩家來說真的是 就是 意想不到欸 因為通常看到波蘭 遇到馬功這種單位的話 都會想要輸戰錨啊 或者是一些 遠程部隊去反擊 但他的反擊效果也不是很好 因為他的三級遠防 波蘭是沒有的 哇這有點刷新我三關的這場比賽 好啦那這一次的比賽 我們就播到這囉 喜歡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